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Tuna的历史非常悠久 2003年的SNS 2009年的THOSS 2011年的电脑协会等都曾经参与Tuna的构建 Tuna是国内最大的高校开源社区之一 这里的大首先体现在Tuna所提供的服务上 Tuna是维护清华大学开源软件镜箱站背后的技术力量 软件镜箱站包含了Apache全量镜箱在内的数百个开源软件 是国内最大的开源软件镜箱站之一 同时也是许多高校镜箱站的上游 镜箱站每天流出约70TB流量 平均下来带宽超过7Gbps 是相当大的体量 在镜箱站之外 Tuna同样维护了许多常用的服务 DNS666是一个教育网友好的双站DNS服务器 提供正确和准确的解析结果 IP也十分好记 分别是1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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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2001DA8.666 Tuna提供的NTP直接与Ti20NTP相连 是Ti21级别的NTP服务器 提供校内受试服务 同时也通过机器人 把Telegram,IRC,Matrix和网页端等 不同通信软件的用户连接起来 提供更兼容并包的即时通讯服务 在B站和直播还没有普及的时候 Tuna就已经搭建了面向校内外 提供的直播和弹幕系统 让分享和活动可以传递得更远 Tuna同时还维护了许多常见的服务 这里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Tuna的另一个大 体现在Tuna的社区上 在过去一年,也就是2021年中 Tuna一共举办了18场线下活动 在疫情前,这个数字会更多 Tuna与国内外的开源社区 都保持着紧密的长期合作 我们曾邀请到Debian的Project Leader Chris Lam前往清华 共同举办了Debian Scratch的Release Party 我们曾与李星老师交流BGP协议的拓展 举办咖啡馆沙龙,与其他Linux用户组的用户畅所预言 我们也与中科院PLCT实验室一同举办技术分享 Tuna是北京乃至中国活动最频繁的开源软件社区之一 除了线下活动之外 在线上,Tuna的技术群聊也十分活跃 日均发言条数在1000条上下 每周的活跃人数都会超过100 可能有些人会想 Tuna很大,很powerful 那这些power是如何获取和维护的呢? 接下来,我想与大家分享Tuna的发展 以及在高效开源软件社区建设活动中 Tuna做出的尝试 其一是Tuna正在做的事情 众所周知 服务是开源社区的凝聚力之一 作为镜像站和其他常用服务的维护者 Tuna在招心的时候经常会听到类似于 我一直在用你们镜像 没想到还有个社团 想过来了解一下诸如此类的声音 镜像站是开源软件用户所依赖的基础服务 Tuna也借助镜像站服务 把校内活跃的开源软件用户连接在一起 清华大学信息化服务正在频繁的更新升级 出现过因为DNS服务器故障 导致校园网无法访问的情况 在这种时候 Tuna的DNS666作为备选方案 支撑了校园内的临时互联网访问 也使得Tuna社团进入了更多同学的视野 另外,作为开源软件的使用者和倡导者 Tuna同样维护了清华大学毕业论文的Litech模板 也就是THUCSystem 校内非常多群体使用到的服务 让开源软件进入公共视野 也让他们成为同学们更加常用的选择 这里有一些Tuna镜像站的统计数据 画出了镜像站流出流量的地理位置分布 Tuna镜像站每天流出的流量约为T是TB 可以发现北京只占其中的不到四分之一 约为23%左右 校内流量更是只有1%不到 Tuna的用户群体不只有清华大学的学生 同样涉及北京、浙江、上海、广东、江苏等 全国五湖四海的地方 对流量的分析 也可以发现Tuna镜像站正在成为更多企业的选择 镜像站作为公众服务 为开源软件使用的带来很大便利的同时 聚集了广阔的用户群体 在Tuna的技术群里 已经成为了许多人讨论问题的优先选择 推广开源理念 普及基础知识 同样是Tuna关注的重点 Tunite是TunaNite的简称 也即金枪宇之夜 每周六下午七点是金枪宇之夜技术分享的固定时间 主讲人在Tunite会介绍某种特定的 开源软件的使用 或者分享某个主题 或者最近正在从事的项目中的经历和心得 以开源的形式传递经验 分享知识 这是去年11月的一场Tunite 主讲人是05年入学 积极参与Tuna前身SNS建设的续本大学长 他现在已经成为了清华的青年教师中的一员 在这场活动中 他为我们讲述磁带在冷存储中的作用 徐老师现场带来了10块LTO8磁带 介绍并掩饰了磁带的使用方法和优劣 Tunite并不关心主讲者的身份 也从来无局限于特定主题 不管是编程语言到嵌如式 操作系统 甚至于无线电和摄影 再到数学定理的证明和论文写作 Tunite极大丰富的Tuna成员 对技术了解的宽度 只要是自己有所心得的领域 都可以随时安排时间主讲Tunite 这种形式的社区讨论 吸引了线上线下许多同学的稳定参与和主讲 成为了Tunite最重要的活动之一 除了Tunite技术分享 Tunite也举办了软件自由日 某个版本的release party 还有signing party在内的公众活动 Tunite与国内外开源社区长期保持合作 在大型线下活动中 Tunite会介绍自己维护镜像站的经历与心得 同时也会邀请到社区的其他友人 分享他们在开源世界的经验 在这些活动中 爱好者们一起交流分享心得 交换许多有趣的ideas 对社区之间的兼容并包 积极合作等有着别样的帮助 在第三个方面 我希望聊一聊开源社区的人 人是社群的核心 开源社区的本质是人的集合 Tunite最核心的成员是维护者 他们负责了Tunite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 往往也是最高频的Tunite主讲人 他们在校园中被Tunite吸引 在招心中成为Tunite的一员 又在社团中积极建设着Tunite 形成了一个周而复始的良性循环 除了这些核心成员 开源软件用户是Tunite最大的组成部分 Tunite技术群目前有超过1200位成员 是用户交流技术问题的群聊 除了参与特定活动的公告 群聊里经常从Docker聊到容器 从Iptables聊到网络协议 再聊到BGP 不管是什么技术话题 不管热门还是冷门 在Tunite技术群都可以畅所欲言 相当用户群体可以选择的活动更加广泛 从平时的约饭 到操场夜聊 经常打着纸牌突然聊到高考头当的算法 争论背后的一致性问题 这种技术交流的氛围十分有趣 除去开源社区的内部活动 Tunite与其他社区的交流也很重要 Tunite与高校和北京开源社区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包括也不限限于中科大和南科大的Lug 北京Linux用户组等社区 这些办事处的牌子虽然玩笑成分居多 但也都体现了Tunite与其他高校开源社区之间的友好联系 之前开源之下项目组做了Keynote分享 开源之下是高校学生参与开源项目非常好的时间范式 Tunite根据开源之下保持紧密联系 在去年我们根据自身和上游的需求 作为社区一共提出了八个项目 更有四个项目顺利结项 获得了两个不错的奖项 其中包括一个最佳质量奖和一个突出贡献奖 与开源之下的合作能够有效增进学生和成熟开源社区之间的接触 积累宝贵的经验 开源社区之间的活动对保持社区积极性也非常有帮助 Tunite是很棒的社区 本次分享回顾了Tunite的发展 讲述Tunite在高效开源社区建设过程中做出的尝试 但同时我更想提到 Tunite之所以发展成现在的样子 离不开Tunite成员的贡献和帮助 因为你们 Tunite才成为了国内最大的高效开源社区之一 欢迎屏幕前各位参加Apache峰会的小伙伴们 了解Tunite 加入Tunite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